哎呀 有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自己就特别的受不了 我说这个电视比例是不是有问题 我就问我老公 我老公看着我说 你是不是胖了 我说我没胖啊 我体重也没变啊 他说你别降 你敢上秤吗 真的 我不怕上秤 这么多年上秤我就没输过 直接上 然后体重就出来了吧 不管多少斤 哎 你要淡定 之后呢 开始慢慢算数 刚吃完饭捡一斤 喝水了捡一斤 衣服捡两斤 拖鞋和手机再得捡两斤 记住哈 拖鞋必须穿 手机必须戴 要不然呢 就没法再捡了 这么三捡两捡 我没胖 真的那段时间 我秤体重数学就变得特别好 以前我一百以内的加减法 都算不明白 现在我一百一到一百二之间的减法 随便算 其实我幅度学在一百一到一百二之间 后来有一次我站上去一看 那个体重就觉得 哎呀 不对 一百一到一百二的减法哈 它已经不好使了 我怎么感觉我又不会算数了呢 我心想我胖了 全国五百强 就这么膨胀了 不行啊 我得减肥 我必须得瘦下来 减肥第一步 先瘦脸 朋友就给我介绍了一款瘦脸面膜 他有缩水的功能 敷到脸上 脸就能变小 我就敷完这个面膜 问我老公 我这个脸小一点没有啊 我老公就说 老婆呀 你不是脸大 你是脸的骨架大 把脸撑大了 啊